刘比出骑兵 打赢了将和青州解围 太秀拱警上次慰勞原军队之后 周正想班师回到幽州 当时刘比说 近来听闻中郎将奴席和策头张国在广中那树打 小将以前曾经拜过奴席做奴师 现在想去助他一臂之力 那好 于是周正自己率领军队回到幽州 刘关璋带着本部五百人马去广中 广中在哪里 就是在今日河北省威远以东的地方 去到见到奴席说明了来意 奴席非常欢喜 将他们留在帐前听后调动使用 当时张国有十五万兵 奴席有五万兵 就在广中地方相持住就未见胜负 这一日 奴席就对刘元德说 我现在将那些贼兵围困在这里 张国的兄弟张梁张宝 就在泳川和黄宝松朱进他们打 现在你带领本部人马 我再拨一千军军来帮你归你指挥 你赶去荣川谈听消息 然后约定日期 照报张梁张宝 刘元德接受了军令 率领部队 漏夜赶去荣川 荣川城就在今日河南省羽苑的地方 当时黄浦松朱准就带兵和张梁张宝打 黄金不够胆就退了进去墙舍 就在田野草地来扎刑 黄浦松和朱进就决定用火攻 命令兵军 每人都带着一盏干草暗中埋伏好 那一晚忽然翻起风 对了 到了二间 一起放起火泥 黄浦松和朱进就各自带兵去攻击黄金的形寨 哇 是火光冲天 那帮黄金兵就放得手忙脚乱 盔甲都不来得及 穿战马亦来不及避安 哭苦哭忽 四围地踢 这一仗 一直打到天亮 张梁和张宝又带着一对残兵败将的奪路而走 走走下 突然间见到一标人马 打起面红旗 当头来到截着去路 当先一名将军 他生得身长七尺 细眼长骚 但是佩国朝军人士 姓曹明粗 自盲德 曹粗的父亲叫曹松 他本来不是姓曹的 曹粗的父亲不是姓曹的 有没有搞错 没有搞错 他本来是姓夏侯 后来就做了有权有势的大太监曹藤的样子 所以就改姓曹的 曹粗的语名叫做阿门 有些东西门着你 还有个名叫做吉利 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打猎 喜欢歌舞 为人又很有继谋 御是能够随机应变 好精乖伶俐 他有个叔父 他见到曹粗 整天都油油荡荡 非常生气他 就告诉他老爸听 说曹粗很不生性 那么他老爸不是省他 过了没多久 曹粗就想着一条计划 有一次 他见到叔父走着 突然间啪声打得起地 整成好像中风一样 他叔父害怕 马上去告诉曹粗听 曹粗就趕快走来看看儿子 怎么办 咦 他见到曹粗生生猛猛 什么事都没有 就问他了 你叔父说你先头中风 现在好回了没有事了吗 曹粗就说 不是呀 爹 我什么时候中风呢 你都知道了 我从来没有这个病的嘛 哦 实是阿叔不喜欢我 所以就说衰我而已嘛 他老爸就信了他说 以后他叔父 但凡说曹粗有什么不妥 曹粗一于不听 因此呢 曹粗就肆无忌惮了 喜欢怎么玩就怎么玩 哈哈 曹粗的计划都挺小的 当时有个人就对曹粗说过 天下就来乱了 没有个真真正正的能人 就搞不定他 将来安定天下的 可能就是你了 另外有个人 他见到曹粗也说过 汉朝就快忙了 能够平定天下的 必定是这个人 当时 汝南有个人叫做许兆 他又很善于评论人物 曹粗就专程去访问他 就问他说 我个人怎样啊 初初许兆就没有回答他 曹粗再三再四地请教 后来 许兆就说了 你 你是自世之能神 乱世之奸雄啊 吼吼 曹粗听了他这样来评价自己 欢喜到不得了啊 曹粗到了二十岁 又被选拔为孝廉 后来做了官 官职是洛阳北部位 是主管地方上的治安 官职呢 只是远级的次官就不算很大 但是曹粗他敢作敢为 执法如山啊 他一上任 就准备了十几条五色木棍 摆在原城东南西北四个城门鼠 有哪个违犯禁令的 不管你是谁也好 豪门贵族也好 一律召佛 有一次 太监展石 就是出了名利害的十常侍之一 他有个阿叔 晚上拿着把刀在街上走 这件事在当时算是犯法的 算是犯了宵禁 刚好被曹粗巡野撞到 立刻叫人捉住他 照罚可也 当时按下用棍打 这件事大了 一传开之后 嘩 曹粗这么厉害 真是没人敢犯他了 他的威严马上出了名 后来 又委任他做顿丘陵 就是顿丘院的院官 没多久 黄根造反 朝廷封他做忌都尉 命令他率领马步兵五千名 前去泳村助展 他一到泳村 就碰到张梁、张宝 打败仗逃跑 就先说一件 对了 执到便宜了 这趟 他截着敗兵大杀一阵 斩获万几个人头 夺到很多奇藩金鼓马匹 但是呢 还是被张梁、张宝死打走掉了 曹操和王普松 朱俊见面之后 马不停看 立即带兵去追击张梁、张宝 现在 说说刘元德 他带着关章两个来到泳村 远远又听见哭杀连天 又看见火光 拍到整边天都红色 急急带领人马赶去 不过去到的时候 黄根已经打输 潰散了 刘元德见到王普松和朱俊 就把奴直叫他来的意思说明白 王普松对他说 张梁、张宝已经世穷历佛 现在一定是带了去广中 投靠张国的 你不如火速带兵 回去广中帮奴直吧 刘元德接受了命令 立即带兵回去 走到半老 只见一班人马 押着一架囚车 囚车里面困住的不是帝哥 竟然是奴直 刘元德大吃怕 连忙落马走过去问问 什么事 奴直就说 唉 我已经包围着张国 就快要殲灭他了 因张国会用妖术 所以一时未赢得他 朝廷上派了个皇门太监 来探听一下消息 他要我给钱他 当时我就说 军队的良享都不够 哪里有多余的钱来送给天使 唉 那就得罪了他 他回到京师 稟走朝廷 说我一美收足防御工事 手而不展 军心烂漫 朝廷肯定很生气 就派了中郎将董卓来接管我的兵权 现在 现在 要押我回京师问罪 张匪听了 哇 噢 噢 噢 马上就要杀了那些押送军人 要救回奴直 刘元德急急按着他 说三弟 这些事朝廷自有功论 你千万不要乱来 那些军事见到张匪把恶快走人 触拥着奴直就走了 关公说 既然奴直都被捕了 又帝个人带兵 那我们去到无依无靠 不如回去夺盾吧 好不好啊大哥 好 回去吧 于是刘关将三个率领兵马向北走 准备回去夺盾了 走不到两天 忽然间听见山后哭杀连天 他们三个纵马跑上江顶看看什么事 哎呀 原来是汉军大摆 后面那些黄巾人马 漫山遍野跟着追杀 在黄巾的队影前面 有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天公将军 刘元德说 啊 这个是张国啊 快点去打他 刘关将三个飞马带兵冲下去 这个时候 张国在追紧哪班汉军呢 原来就是董卓的人马 张国成性窮追不舍 突然间 遇着刘关将三个人 好像三只下山猛虎那样 带着兵来冲杀 张国的军队当堂乱坑 大败逃走 退回五十多里 刘关将三个救了董卓回去刑寨 董卓就问他们三个 现在在做什么官职啊 刘元德回答他说是白身 即是平民 未有官职的 哈 董卓那个东西 听他们说是平民百姓的态度 即刻变了 非常轻视他们啊 刘元德走出帐篷 张飞就发火了 哼 我们血战一场 救了这个家伙的命 他竟然这么喜有此理 不杀了他 我出不了这口气 卓声拔出把刀 要进帐篷杀董卓 这个董卓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什么这么厉害啊 他 董卓啊 是龙西林徒人 他现在的官职 是河东泰秀 从来就为人骄傲 当时他看不起刘元德 张飞抖起来要杀他 刘元德和关公的联网 按住他说 三弟 他是朝廷命官 怎么能够随便杀了他 咦 不杀了他 反而要在他的部下 听从他的指挥 我怎么都不心甘 两位庆长 如果要留到你们留在书 我就自己去投奔帝书了 唉 我们三个人同生共死 怎么能够离开的呢 不如一起去投奔帝书就是了 那我就没那么生气 于是刘关章三个人 刘元德带着军队去投奔朱俊 朱俊代他们非常好 彼此把兵联合买 去进攻张宝 这个时候 曹操去了跟王普松讨伐张良 正在曲阳这地方大战 现在先说朱俊和刘关章进攻张宝 张宝率领着八九万人 在山后那边驻扎 朱俊叫刘元德做先锋去打头阵 张宝派副将高兴出马挑战 刘元德叫张飞去打他 张飞中马出阵 听起将八蛇卖和高兴交战 打了几个回合 张飞一矛刺过去 将高兴刺死跌落马 刘元德见张飞得手 连锤指挥军队直冲过去 怎知张宝就在马上披头散发 拿着把剑 口中念念有词作起妖法上来 只见风雷大作 一股黑气就从天而降 在这股黑气里面 好像有无数人马杀过来 刘元德立刻收兵回来 乱了大拢 打了一场败仗 他回到刑寨就和朱俊商量了 朱俊说 嗯 他是用妖术 那 那我们明天 就准备多些猪羊狗血 叫军事带着 埋伏在山头 等些贼兵追过来 就在高波上面 用那些猪羊狗血 撥过去 那就可以破他的妖法了 刘比根据朱俊的命令 就吩咐关公张飞 各人带一千兵出 埋伏在山后的高岗上面 带齐那些猪羊狗血 以及那些骚髒邋遢的东西 做好准备 翌日 张宝是搖旗雷虎 带兵又来挑战 刘元德即刻带人出马迎战 打打下 张宝又是作气妖法了 又来神了 好似昨天 帆风行雷飞沙走石 黑气遮天 只见滚滚人马又从天而降 刘比拔转马头就走 张宝带兵窮追 就快来到山头了 关公张飞的伏兵 放起豪炮 劈劈啪啪把那些猪羊狗血一起潑下去 真是美 只见风停电子 沙石不飞 空中的子人草马燃光圆 纷纷跌落地 张宝见法术被人破了 糟了急急上退兵 怎知左右关公又有张飞 两只人马同时冲出来 背后呢 刘比和朱准一起追上来 张宝这样就输了 刘比看见地公将军的旗号 就看着面骑飞马狂追 张宝就落荒而走 被刘比撤身一剪 射中他的左手 终归 还是被张宝大伤走掉了 他走进阳城 紧闭城门就坚守不出 朱准就带兵围着阳城 猛攻他 同时呢 又派人去探听王普松的消息 过了一段时间 探子就回来报告了军情 说王普松 又打了好几场大胜仗 朝廷呢 就因为董卓打了都输的 就命令王普松去取代了董卓 王普松去到的时候 张国已经死了 由张梁统书黄金和官军交战 结果呢 又被王普松连胜七阵 在曲阳斩了张梁 又挖开张国的坟墓 打开他的棺材 拿他的丝手出来 用刀斩果 然后就割了他的头 送去京师 其余的黄金人马都投降了 朝廷就加封王普松 做车忌将军 任命他做契州牧 即是契州的州长 王普松又向皇上稟咒 说奴籍是有功无罪的 所以朝廷就恢复奴籍原来的官职 曹操结果因为有功 朝廷任命他做制南上 就快班师上任了 朱俊听了这些消息 知道王普松和曹操已经打赢了 那么自己千万不能落后 徐畜兵马就拼命攻城了 阳城的形势危急 黄金里面有个将领叫做炎正 刺杀了张宝 带着他的人头来献给朱俊请求投降 就这样朱俊就平息了几个棍的骚乱 就写到表彰送去朝廷报捷了 过了没多久 又有三个黄金余党 他们就是赵宏、韩宗、孙仲 聚集了几万人到处消杀抢掠 说要和张国报仇 朝廷见朱俊打得 就命令朱俊率领德胜部队去讨伐这群贼人 朱俊接到圣子就带兵前进 当时这群黄金余党占据阮城 阮城就在今日湖北省来 当朱俊带兵来攻打的时候 赵宏派韩宗出城迎战 朱俊命令刘关将带兵去攻打阮城西南角 韩宗不是率领全部精裕的人马来西南角抵敌吗 谁知道朱俊接到二千马军直去东北角 韩宗没错 两面夹攻怕阮城失手 急停放弃西南面撤退 劉比指揮人馬在背後窮追猛打 韓中輸到貼地夾回院城 朱俊將軍隊分布開 將院城蹲蹲圍住 很快去城裏斷糧 韓中頂不住派人出來請求投降 朱俊不肯,不肯讓他投降 劉比說 往日高祖之所以得天下 都是因為能夠招行納順 將軍你為何不肯接受韓中投降呢? 朱俊就說 彼一時,此一時啊 那時,秦朝末年,天下大亂 民無定主 所以但凡肯來投降歸順的 道遙歡迎,掌賞他們 那為甚麼呢? 是為了讓多些人來投降歸順 是不是? 今天天下一統,唯獨就是黃金造反 如果這樣都肯接受他們投降 那就難以勸人學好 使得那些賊人突小的時候 就肆無忌憚地到處搶掠,一招失禮就投降 准他們投降,就會掌得賊人的志氣 那不是好辦法啊 是啊 不接受那些賊購投降是對的 不過這樣啊 現在我們的兵馬將遠城四面包圍 好像鐵桶那麼實 他們黑球投降,我們又不接手 那他們必定死戰的 萬眾一心,尚且用不可當 何況現在遠城裡面有幾萬盤了死的人呢 不如我們撤走東南面的人馬 就是攻他的西北方 這樣賊購一定會棄成逃跑,無心戀戰 到時就可以抓到那些賊賊了 朱駿同意留給這個意見 立刻就撤走了東南兩方面的軍馬 用全力去攻打西北 韓中果然帶著部隊棄成逃跑 朱駿就和劉關章率令三軍掩殺過去 在聯兵之中射死了韓中 那些賊兵咳咳咳咳敗退,四位逃命 正在追趕的時候 趙宏宣仲帶著大隊人馬趕到來和朱駿交戰 朱駿見到敵人聲勢這麼大 就命令部隊暫時退卻先 所以趙宏乘機又是奪回縣城了 朱駿就將軍馬帶到離城十里的地方 扎落營寨,準備再去攻城 這一天,忽然見到在正東面 有一標人馬來到,為首一元大長 生得廣額闊面,虎體紅腰 你一位將軍,乃是吳郡富春人 即今日江蘇省的地方 他姓孫明堅,自民台 是春秋戰國時候,著名的兵法家孫母子的後代 在孫堅十七歲的時候 有一次,他跟著父親去前堂 就遇見十幾個海賊打劫完商人的財物 在岸上分莊 孫堅就對他父親說 這幫賊佬很容易捉 說完,立刻拿著刀走上岸 放聲大叫,兩面指揮 就好像叫人來 那幫賊佬以為官兵來捉他們 就好像滾水六腳地逃跑了 孫堅追著上去殺了賊 從此之後,在郡縣就出了名 舉戰他做校衛 校衛是武官來的 後來,匯溪郡有個妖人叫許昌 這個許昌造反 自稱為陽明皇帝,聚集了幾萬人馬 孫堅就得到當地的軍事長官支持 招募了千多名勇士,匯合附近州郡的兵力 打敗了這個自豐皇帝 殺了許昌和他的兒子許曉 上級寫了一份表章 新州朝廷跟他請功 任命了他做夏丕城 即是夏丕院的副院官 現在孫堅見到黃金造反 他是聚集給鄉裡頭的年輕人 一些商人 以及淮河市水地區的精兵等等 總共一千五百多人來到遠城作戰 朱俊見了孫堅來到十分高興 就命令孫堅攻打南門 劉備打北門 他自己打西門 留回東門就讓賊兵走 孫堅打仗非常勇猛 第一個衝上城牆 殺了二十幾個賊兵 嚇到守城那群賊兵 驚慘了四山逃跑 趙宏挺著長矛 飛馬直取孫堅 怎知孫堅在城牆上 飛身搶著趙宏的長矛 一下中趙宏刺死 然後騎了趙宏匹戰馬 來回衝殺 另一名賊兵孫堅帶著一群人馬 從北門突圍出去撞正劉備 他根本無心亂戰 只是顧著逃命 被劉備彎弓搭戰 一箭把孫堅射到馬 朱俊的大軍 跟著在後面追殺過去 砍了幾萬個首級的人頭 投降的不計其數 於是南洋這一路 十幾個郡 即是黃金造反的 都平定了 朱俊是班師回京之後 皇帝封他做奢技將軍 河南雲 即是河南郡的行政長官 朱俊自己升官 知他沒有忘記人家的功勞 他上了份表彰 將孫堅劉備的功績 稟奏給皇帝知 哈哈 真是朝上有人好做官 孫堅因為有人情 所以很快就委任他做別份司馬 孫堅上任 唯獨是劉備 沒有得力的人做後台 在京城日等夜等 等了很久還未得到任命 劉關章三個人等得煩 有一天 他們三個人悶悶不樂地出去逛逛逛 遇見郎中將軍 坐車經過 劉備見到他 就上前對他自我介紹一番 把自己的功績說給將軍 將軍聽到的心很激動 立刻就入朝見皇帝 他稟就給皇帝聽說 陛下 愛皇跟造反 喜恩 都是由於十常事 將官職著衛來做買賣 非襯不容 非仇不諸 所以才搞到天下大亂 現在應該斬了十常事 將他們的人頭 在南郊掛起來示眾 同時派遣使者向天下宣告 凡是有功的人 都重駕賞賜 這樣自然就四海清平陛下 十常事聽到 很高的 就啟咒皇帝 將軍欺騙主上 將軍欺騙主上 皇帝當然相信十常事 就不相信將軍 叫武士趕到將軍出去 過後 那十個壞鬼太監就商量 嗯 那些打敗皇跟有功的人 得不到任命 還未有官做 所以就四圍法勞騷擋了 還是滿足一下那幫人,讓那些官仔他們做著先 以後再算了 因為這樣,劉彼也做到那些官仔做下 做什麼官呢? 定州中山府安喜元偉 元偉是管什麼?是管俗賊治安 劉彼得到任命 就將跟他出來打仗的兵卒遣散回鄉下 只是帶了二十幾個親徒和關公張飛 去安喜元上任了